字幕志愿者 云林县政府跟中华电信 今天举办了一场记者会 副县长谢淑雅表示 透过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行动智慧应用计划 以CBMP智慧云游跨域串联 带领台湾进入新一代的科技市场 这个产品的内容 我们产品的行销方式 那包括怎么去建构一个新的 全新的一个商业的模式 全新的行销的方式 那最终的话是可以大家共好共利 我想这个不容易 这是一个全新的 但是呢 没有关系 云林县政府的话 在这个数位化这一块 我们不管是在农业在渔业 今天在商业 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具体的成果出来 在这场记者会中 云林县政府还希望 透过这个串联机会 协助云林品牌提升转型 其中包括黑干仔酱油 四代木麦芽酥 郁金烘焙方 鼎云咖啡等十多种品牌 云林县政府表示 这个计划还跟Potato Media合作 以区块链Web 3.0共享平台 透过民众的互动文章点赞 留言跟转发 获取相对的加密货币CFO 希望让社群分享跟消费 付费产生价值 让云林县跟全台湾的品牌被看见 走向时代最尖端 让最新的Web 3.0的MT 元宇宙区块链这种新的风潮 可以导入云林店家的数位转型 所以我们特别结合这把电信 用一年的时间来 读到我们在地的店家 我们知道云林是什么 台湾粮仓 也是台湾出口 我们把龙鱼木的产品 结合我们的微型店家 一起把它品牌做 打造它的商业品牌 一起销售出去 然后用的是什么 行动致富 中华电信云林营运处 总经理张兆佳也表示 这一次的计划 结合云林县政府 LINE系统跟Potato Media 希望大家立刻加入Potato Media 多支持也多发表 云林品牌的推荐文章 加入的民众可以参与扭蛋抽奖 县政府也准备了多项云林好礼 等大家来拿 记者萧朝全李佳金云林报导 请清职 唯有 他频道 颗